好 参选花莲市国自投市民代表的田真吉 在担任美琴之友会总干事以及县议员张美辉助理期间 累积服务民众关心公共事务的能量 近日他积极在传统市场备票 他也认为要强化市场软硬体的设施 增加在地益文的元素 让消费者愿意走进传统市场来消费 带动市场商机火络 再一次带着竞选团队来到传统市场拜票 田真吉说这已经是他第十次来到市巴市场 他也在向摊乡及民众拜票期间听到乡亲的心声 针对市巴市场周边交通庸塞 及市场类摊位不多 消费者不愿意走进去采买的状况 田真吉有他的意见和看法 我们市场的环境有值得更提升的这个部分 不管是采光通风 其实如果能够改善得更健全的话 然后让我们的市场进入起来 进入之后不要觉得阴暗潮湿 整个环境的在使用上是比较舒适的 那自然而然民众愿意进入 那摊商也可以愿意在里面设摊 也包括还有什么冷冻冷藏 如果也可以为摊商设想到整体的整个环境 可以一并的改善的话 也纳入我们整个市场的设计感 让这个地方不仅仅只是一个传统市场的印象 甚至可以结合一些艺术文化 也可以在里面使用这样子的空间 然后让社区的民众也会觉得 这个地方原来也是透过进入 也可以感受到设计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发生的话 那我相信更多的民众会愿意走进来 虽然已经来4、8、10次 但是摊商朋友看到田真琪一样 热情招呼也为她叫打气 田真琪说 她过去几年在担任立委和议员的助理期间 认真贴近民众需求 她有信心担任市民代表 也能够做好监督市政及为民服务工作 希望市民朋友可以给她支持与鼓励 这旅会欢迎市报道